现在自己不想离婚 现在老婆回来 现在一直躲着我 百姓条杰在登峰见到求助人水利时 他首先向我们表达了 自己坚决不想离婚的想法 水利告诉我们 夫妻结婚八年 虽然难免磕磕绊绊 但却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再加上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一家四口过得也是有滋有味 那么为什么水利会说 妻子现在一直躲着她呢 水利的叔叔告诉我们 自从侄媳妇失踪之后 侄子水利发了风似的 到处寻找 在登峰市大金殿乡 蹲点守候了三个多月之后 终于见到了直媳妇 发现她可以变一块 但最后慢慢通过信心 知道她会员 经贵的 她一直躲着 她媳妇现在对南方一经都省掉孩子 那两块已经出轨了 就是离开你了 出轨了怨人是啥 到想任意都不命不败 不命的 人媳妇是啥态度 她愿意给你 我不给她说话 她问一句话怎么说 很多人会工作的 原来一个多星期以前 水利见到了自己的妻子方方之后 就带着孕母 一起来到了妻子的男友家里 想将方方劝回家 然而最终却没有成功 今天你叫我过来 主要求助的目的是 求助的目的是 两个孩子非常可怜 他现在就是 没办法 生活那种情况 精神都崩溃的 两三天 你俩和你给发业症 光讲 生活上会 就是天罗都 我说你认出 真正法治社会 先从条约开始 没有说不平 是不是 对于水利的心情 百姓调节员也可以理解 在水利叔叔的带领下 百姓调节员来到了水利的妻子 方方目前居住的地方 然而家里却是大门紧闭 几番敲门都没有得到回应 水利又带着我们 找到了妻子男友的父母家中 开门的这位是方方男友的姐姐 在百姓调节员的劝说下 她打通了父亲和弟弟的电话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等待之后 我们终于见到了水利的妻子方方 原本水利求助我们是不想离婚的 然而夫妻一见面 却已经将离婚的问题提了出来 水利这样的态度 让百姓调节员无法理解 为了缓和夫妻之间的气氛 百姓调节员心让夫妻俩暂时分开了 他在外面吃喝票度吧 做所有人嘛 吃了一会儿是同学嘛 吃了一会儿跟他一起走 他俩都跟一会儿住着 嗯 你俩还见过没有跟那个女孩 见过 是女孩请你告诉你 嗯 我对他真的肯定肯定 你都要看我多了下回吧 多了他得判 那是普通没有 那是普通没有 没有同学 你俩在一会儿同学吗 从没有同学 那个女孩肯定给他说过 那俩就是在一会儿同学 没有没有没有 他说你在外面吃喝票度度感 他现在你不夸 你这都看到啥地方 面对妻子的指责 水利并不承认自己出轨 他告诉我们 妻子方方是因为有了新的男友 才会故意这样说的 然而方方却告诉我们 他与水利结婚八年 其实一直过得很不幸福 跟着不好 真的到我 你这一次出来 是在啥儿情网下出来 我小妙子都大我 普通小妙子都大我 提起以前的事情 方方的情绪非常激动 水利也承认 居然时曾经动手打过方方 免得我打他散步 打他 还会再去炒子 我倒他 倒他就 请兵去喝水 还在那儿水利回来 他时候我听到不对劲 青年杀花了 绝对不对劲 我说都自己 实在是 他不出去 让他不出去 让我等时候 就忘了了 老出去 是不是在那上班时间 就是 就是在那上班时间 你说老出去说话 他就给你出去说句话 对啊 你认我说就对 是不是 他不跟着你出去 你就打他 他已经翻炒料 加西西的人上 不在这儿 他打了我之后 他打了我之后 才是什么 不管动手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打人 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方方说 本来 夫妻感情就不是太好 丈夫的屡次动手 更是让他寒了心 所以 在丈夫那次 去他上班的超市 打过他之后 他就下定决心 要与丈夫离婚了 方方的情绪越说越激动 水利也承认自己确实有做得不到位的地位 你得跑不走跑呢 搭配 有引以为见 你在山大陆落枕 你让他死亡 杀的 看着两个子 贴到家一路前 你都这样行 不搭配 我得进去干 对于水利叔叔的劝说 方方丝毫都听不进去 或许是水利之前的所作所为 实在是伤透了方方的心 水利这种态度 说出来的话语 着实让人无法相信 但同时 我们也多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即便水利有再多的错误 方方都不能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 公然与男友住在一起呀 他现在他对你不好 你对他这个样子 他也应该说就有自欺 但是他说 取来一样 你谁也是采取了一种 很不正当的方式 目前来说 对于你来说 必须分手 分了之后处理你的婚姻问题 你这处理了 当然明明跟你自己人是差力量了 你俩再问一块走 水利的话让百姓调解员吃了一惊 原来方方的男友小杰也没有离婚 这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那么小杰的妻子 如今又身在何方呢 在上节节目中 百姓调解员批评了方方 不该在没有和水利离婚的情况下 就与男友小杰公然同居 然而此时 求助人水利告诉我们 小杰也并没有离婚 妻子方方在破坏了自己家庭的同时 也破坏了男友小杰的婚姻 这是真的吗 你这个女朋友 他比如说跟她的仗 她的还没有离婚 那这事实你知道吗 知道 是不是你这边婚姻 也还存在 你也有媳妇 一年我将发生获得一个两个罪名 少次 基本情深情 十一种罪名 我拉一时 这十八天我找到一步 他拉一时都给你婚离了 我那家对你说 耶翰没有结束婚姻关系 他跟别人已经结婚了 提起儿子的婚姻 小杰的父亲也是满腹的无奈 家庭遭遇剧变之后 儿媳离家出走 在没有跟儿子小杰 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 与平鼎山的一个男人 举行了婚礼 他们当初为了挽回这个媳妇 曾经两次起诉到法院 起诉法院 法院我这家的港子 几乎过大夫人大便时 他不回来了 但永远的撤走 这样就几乎过来 他等一说第二次 起诉又撤走 那那房间上来说 媳妇已经跟人家过了 他不可能跟我过 我再找个媳妇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你知道 从那房间上规定 你跟那个媳妇 人家来处应关系是存在 你再给他 就是两个人公开了 一副情侣痛绝了 这就又一次搞成冲魂了 那这人家的感情上咋样 这就是可以 你觉得你俩过来 踏实不踏实 不踏实 他这个事情模板 对 小杰虽然不善言谈 但他也明白 自己与方方的关系 其实并不稳定 那么他对于自己 和方方之间的感情 又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来跟他过去 我觉得他走着 他不走 叫他不走 他不走 他跟他一样的走 你的态度是啥 就是以后 让他好好过 对他好点 他不能来俩说这个 但你明天在说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你会想 你一不是丈夫 再一个就是 他是有福之福 人对他在乎 这是人就是人 如果那俩站在一镜 确实是离不可分 那么而且 他来丈夫对他 也不太好 他要把他离回来 叫他俩权 解除他俩的自己关系 然后 历历凉凉了 你俩可以一块 进入他 他在实施的活着 小杰也认同 百姓条权的劝导 要想解决 当前这种混乱的局面 作为关键当事人的方方 必须拿出自己的意见 才能快刀斩乱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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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